公元前153年,汉高祖刘邦的孙子锦帝刘启,粉碎了制造分裂的无处欺王之乱,巩固了西汉皇朝大一统的局面。 然而,在他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成就的同时,却又遇到了修身齐家方面的困难。 他究竟是怎样从十四个儿子中选择了那威名赫赫的继承人,汉武帝刘邦的呢? 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姐儿,你好生走啊。 嗯。 羊,姐儿,羊,我不喜欢我的名字。 为什么? 这就是猪,我不喜欢猪。 那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马,我喜欢会飞的马。 傻孩子,那不是马,那是龙。 反正,反正我不喜欢猪。 羊,生你之前,你父皇梦见的就是猪啊。 那他梦见的是猪,我就是猪吗? 为了你这只猪,高祖皇帝还特意为你父皇托梦了。 那还得给我请你叫猪啊? 不许胡说。 人的就是吗? 高祖皇帝在梦里对你父皇说,要好生照顾此子。 将来,将来,将来当为汉家圣主。 娘,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么? 猪就是主的意思。 这儿。 来,给太后磕头。 太后在上,孙儿祝太后,受笔难筛。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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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儿,你天天来给我这个小眼奶奶磕头,烦不烦啊? 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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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什么? 古生贤说过,以忠孝治国,德国昌。 以勤武治国,德国王。 还有,还有。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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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给太后磕头。 方美人啊,又是你在旁边指点吧。 我老婆的眼下心可不下。 太后明察秋毫,剑币只控智儿年幼,说话没个遮拦,所以,剑币该死。 嗨,小孩子嘛,能不贪玩? 天天上我这儿来磕头,说不烦,当然是假的。 剑币出身低微,不过是一普通女女,得皇上宠欣,无以为报。 唯有叫智儿,前心学善,将来,去交东封国,为汉室,正乃一方子民。 嗯,难得你一天孝心,即使是作为,也是出于善意。 愿上天保佑太后凤体永健,长生不老。 赐王美人玉伯。 谢太后赏赐。 谢祖母。 哟,我的太后娘啊。 你又在赏赐谁啊? 朴儿,你总是这么没规矩,在晚辈面前你就娘娘的乱叫,全部顾宫廷礼法。 好好好。 太后陛下,我管桃长公主,来给您请安了。 王美人啊,你别见笑,我这女儿啊,从小惯坏了,在宫里横冲直撞的,连皇上都不怕。 太后陛下,您和长公主说话,见地告辞了。 太后陛下,长公主殿下,我走了。 哎,王美人,我这侄儿,好歹也是个交通王。 你呀,别光叫他磕头,也得教他端端架子。 娘啊,您可真是老了,就喜欢来给您磕头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呀,也该跟丽姬多联络联络感情啊。 那丽姬也太目中无人了,十天半个月,也不上我这来一趟。 那有什么法子啊? 不以子贵嘛,谁让他生的儿子,是长子呢? 照说,他也确实生的姿色不凡呢,皇上可宠他了。 那丽太子的事,你知道吗? 那还用说,准是丽姬的儿子刘荣不? 在等到我奶奶,伯太皇太后一升天,她的侄孙女伯皇后准备被废掉。 唉,谁让他不生儿子呢? 到时候啊,只怕连皇后的奉官都是丽姬的了。 娘,我可跟您说过好几回了啊,谁当太子啊? 我的阿娇就嫁给谁? 阿娇啊,可是您的亲爱孙女儿,您得保他当皇后。 娘。 倒好像,我说话算数似的。 唉,您是太后,您说话不算数,谁说话算数啊? 嫖儿,您的老大不晓得了。 这宫廷中的事,你还没有看透啊? 皇家不必拼您百姓,一件事得看何时何地,何事何人,天地加人为。 到底谁说了算? 谁也说了算,谁也说了不算。 算数不算数,只有等天定后才能知道。 哎呦,我的娘,您这皇老之学真是学进骨头里去了。 这话说出来啊,我听着都玄乎。 反正啊,不管算数不算数,你一定得帮我。 娘。 娘。 我的亲娘呢。 好好好,赶帮。 荣爱,你若是真能被立为太子,哪些事情是必须做到的? 为母亲大人上尊号,尊您为,呃,不是母亲大人,是母后大人。 怎么,你是说我现在不过是个二等夫人,对吗? 告诉你,我是你的生母,母以子贵。 你若是真能被立为太子,皇上的话,那我就一定是皇后,皇太后了。 只等伯皇后被废掉,皇后的凤冠就非我莫属了。 荣爱,接着往下说。 第二,一定要娶丽家的女儿为后,要生于母亲。 哦,不,母后大人的娘家。 啊,母亲,要绷几个吼啊? 嗯,起码要两个,多多益善嘛。 娘,我父皇可不是这么教我的,他说,不可中拥外戚,要我记住,高祖升天后,屡师乱国的教训,还有…… 住口,你是我生的,就得听我的。 是。 闭嘴,殿下,皇上驾到。 快,快,快来人。 快,让我梳头,让我梳头更衣,快,行。 啊,臣妾,恭迎陛下。 臣妾,恭迎父王。 啊,平身,平身。 陛下,臣妾昨晚仰观天象,见地星明亮,稳聚中天,而旁边生出一颗半星,颜色金黄,光辉附射, 臣妾以为,一定是主,必处,大吉啊。 哦,朕竟不知,爱妃还懂星象之学,是何人所教啊? 臣妾自幼进宫,哪会有人教这些,是我无叙学从书上看来的。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蓉儿。 儿臣妾,你,年一见长,你可知我为何封你两个弟弟为王,而独独不封你吗? 儿臣依鲁,不解父皇胜意。 此乃,虚未以待也。 啊,这么说,皇上要立荣儿为太子了? 嗯,此事当叫大行令办理。 诺儿,儿臣妾。 我,大汉立国以来,经高祖校会帝孝文第三代,国泰民安日渐强盛。 却不料在政治下发生战乱,涉及刚遭欺亡之乱,百姓急需修养生息。 您要学习欺云民之书,首先要以仁慈之心为本。 记住,不可注用外戚,不可受藩王与大权。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嗯,好了,你下去吧。 是。 陛下,臣妾已尽一月未能见得陛下的龙眼,惊息良宵,愿为陛下献武。 朕以定下立荣儿为太子,朕你该满意了吧。 恰是今夜,我不能听见你,朕你该懂得。 还有其他人更需要正确安慰啊。 来人呐,去王美人宫。 陛下,陛下。 陛下。 陛下,陛下,陛下。 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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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了。 陛下 spelled 四海 后却四海荡河大河 谁有光线 我不及时 我不及时 志儿 臣妾不知陛下家的 既为淑喜又为出营 罪不可赦 儿臣对待万死 来来来 平慎平慎 小侄儿 爱妃 你我恩爱夫妻 难道你这么害怕症吗 臣妾不是害怕陛下 只是宫廷礼法如此 臣妾不敢坏祖宗法度 嗯 志儿 你知道你刚才唱的那是什么歌吗 不知道 是母蹄雕我的 嗯 你知道吗 这歌 这歌 是因为 这首歌 七万动人 另外 也想借兄祖故事 叫你儿女 让她们知道 不可存残忍之心 嗯 你真是孩子的 好母亲 好孝师啊 臣妾 出生寒命 无德 无才 不敢承蒙 不敢承蒙 陛下谬讲 嗯 朕刚刚决定了一件大事 陛下 您决定的事 都是大事 朕已决定 以刘荣为太子 啊 爱妃 以为如何呀 皇子刘荣 才迹品德 都是很好的 陛下 圣明 嗯 志儿 那年 降生的时候 高祖皇帝 曾托梦给我 我也很想传位给他 可是 戎尔年长 费长利幼 尚无先祖宗法 下乱臣民之心 爱妃 你要体谅朕的苦痛啊 啊 陛下 你赐封志儿 为交东王 朕却只求 只求早日放我母子 去交东 哎 看你胡说去什么呀 朕齐肯放你出京城 啊 来来来来来 陛下 陛下恩情 臣妾无意回报 咱们 他尝尔宗 期 帮 那么 那边 要我 一任戏 朕晴 让陛下发弄 死罪 爱妃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虽然 荣儿被立为太子 那立即还不是皇后吗 再说 立即虽然嫉妒心动 那样他还不至于学那理事作乱 陛下 陛下 太王太后升天了 什么 这马上要去处理一件大事 你为什么要去喝酒 你都快要去喝酒 是吃鲜喝酒的吗 是 我要去喝 不是吧 母亲 我怕升天 是 我都怕 黄娘娘 刚才皇上已经派人将国皇后娘娘关进了冷宫 是直接从太皇太后宴夕了病大前押走的 那 那 那立即公主 有什么动静吗 立阳娘宫中灯火通明 老奴刚看到长公主殿下进他的宫中去了 天 看来一切 无法挽回 毕夫人 想必您已经都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这举哀的号角声 响彻夜空 难道夫人 哦 我对宫外的事情 是素来不管的 是啊 是啊 前事还是少管非好 在这宫廷之中 端坐室内 是非 尚且可能穿墙而入 公主殿下 你不也是在这是非之夜 到我室内来了吗 哼 有什么事 办起名言吧 我是 为荣儿的事来的 姑母 不知为小侄什么事 荣儿 已经年十几了 小侄十七了 嗯 好一个天天少年啊 是不是公主殿下 又生发出了作媒的雅兴呢 夫妇知道 乃是人伦大义吗 我这侄儿 也该娶媳妇了 是啊 夫妇知道 乃人伦大义 可偏偏有人 装坏他人 夫妻情分 哦 威夫人 此话 怎讲啊 皇帝身边的侍女 十有八九 好像都是公主您 敬献的吧 这 嗨 反正皇帝身边 也要有人伺候嘛 若说是伺候嘛 只要粗手大脚 有些力气就可以了 可公主尽见的侍女 一个个妖爷美艳 比那商周王的淡妃还要风骚 请问 这不是要祸乱天子之心吗 夫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看到荣儿将被立为太子 就想把你自己的女儿阿娇 嫁给她吗 母亲 阿娇那姑娘 真是难得 也是百里挑一的 又生的千娇百妹 还有个皇帝的舅舅 我看 我所担心的是 我们的荣儿怕受用不起啊 我想 还是找个门户低下的姑娘为好 不然以后 皇后娘家过于显赫 恐怕不利于设计的安定嘛 你 看 你以为 自己已经是皇后了吗 母亲 您何必呢 得罪了长公主 对您可不利啊 住口 怎么 我已经忍了这么多年了 您已经当上太子了 难道还要让我继续忍下去吗 所以 太皇太后 安然心事 朕以为既然高祖皇帝 已经与高后吕氏 合葬于长礼 您能为薄太皇太后 另选临请 请 请 朕位公亲一决 明日早朝送来 退逃吧 陈宇宙陛下 陛下 臣斗应 有要事启斗 微喜侯 你有何事 臣问 有德的尊者 从不加害于无辜的弱小 臣 不知陛下 以为这个道理正确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仅皇后 无子 只能说是 她命苦 而并非施德 再者 皇后与太皇太后 同为博士之女 太皇太后 生孝文帝 有功于大汉 仅博皇后不声誉 免太皇太后之功 当宽幼之 何故 太皇太后 尸骨未寒 就将无辜的皇后 废弃了呢 总而言之 夫妇大义 乃人伦之首 情爱 可以废弃 但夫妇的名义 不可以随便取消 所以 陛下 可以不亲近皇后 但只要皇后 违反大的过错 无故将她废弃 这要使天下 臣民的道德 随之败坏 微喜侯 你太放肆了 陛下 臣身为汉臣 只知 范言直见 就是忠 不敢 唯唯诺诺 以自保 喂 其侯 你不要自以为 是朕的至亲 又立过战功 就可以在这里 胡言乱语 你没听过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吗 看来 陛下 胜意已决 臣 不应该再多说什么呢 退朝 认诺 慢 窦盈 你以为 就这么算了吗 臣 听后陛下裁决 朕知道你心中所想 你认为被伯皇后 那是立即怂恿 你恨立即是吗 我偏要罚你天天见到他 朕令你认太子太妇 要你每天进美宫 教太子流容读书 当着立即的面 把你肚子里 那点酸腹的人文道德 都传给太子吧 谢主隆恩 母亲 立即 他就是这么说的 当时啊 可把我比气坏了 依仗皇帝的恩宠 就如此的交恒 这不是贤淑女子的言行啊 梁太后 难道 您就看着您的亲爱亲女 当不上皇后不成 嫖儿 你又何必 那么看重 这皇后的头衔呢 眼前不就有一位 苦命的皇后 你为何不记取 前车之鉴呢 你要是不管这事啊 我可就得自己大写顺手了 我可可可可真是 我可可可可可可可的 我可可可可可爱 现在是你可以一定越来到 我可可可可可爱 第二个过三人 我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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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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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的 还是这个最好 我的皇帝对下怎么办呢 谁让你是我一母同胞的兄妹妹呢 真喜欢什么你早就窩图了 喝酒吧 皇上我听说碧姬很喜欢占卜方术之类的事情 是吗 那倒是跟朕谈论过心象之学 那就对了 碧姬是很相信巫术的 他被陛下所宠爱的妃子 经常暗中诅咒 他的心地是非常狭隘狠毒的 根本不配做皇后 对我这种事 你怎么知道的 哎 立即是齐国人 齐王的使臣来朝的时候 随从中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那倒听途说不足为君 可是有一件事 却是我亲眼所见 什么事啊 去年中秋 伯皇后还没备备 她主持的后妃贵妇们 祭赏月中唐蛾的盛会时 我看到立即 悄悄的在伯皇后和许多妃子背后 唾口水 您说 这难道不是师巫术 断绝陛下与妃子们的情爱吗 现在皇后被废 后卫空缺 陛下 撤离新皇后可要三思而行啊 若选错了人 恐怕你百年之后 那人质的惨祸 又要在汉宫中出现了 别说 臣妾能得陛下宠爱 真是三生有幸 不知如何报陛下恩情于万一啊 爱妃为朕生下太子 是大汉的基业后继有人 这不是对朕最大的报答吗 陛下 臣妾有一大心愿 请陛下应允 你这管说来 臣妾愿以千秋万年侍奉陛下 身为夫妻 此必要和陛下合葬在一起 哦 皇后才能与皇帝合葬 那你是说 那你是说 难道陛下要让皇后之位长久空选吗 啊 哈哈哈哈 海妃 你身为太子 你身为太子生母 皇后的奉官非你莫属吗 啊 臣妾 臣妾斗大 请陛下臣妾自欺 能为臣妾证名位 来 来来来来 臣妾 爱妃 你知道佛皇后被废后的原因吗 只因为她不能生育 难道她命中注定如此吗 不 是因为有人暗中使用巫术让她不能为臣生而育女 是 是谁 你 你偷偷地在后妃的背后唾口水 用巫术断送他们与朕的情爱 不 不 真却不敢 你再敢说的没有 你出身名门 自恃交灭 可你的德行 还赶不上民女出身的王美人的一半 像你这样 怎么能够做异国之谋 真 陛下 真是白疼了你一场 陛下 你好好想想想吧 请 长公主屈下光临 建议 真不知道如何招待你才好啊 好了好了 当时至亲 不必来这些虚礼 我这个人呢 就爱串门 今天从你宫门前后 顺便进来探讨 后宫的嫔妃们都称颂殿下 说明和蔼可亲 你若不闲见你出身悲害 请常过来走走 怪不得呀 太后总夸你恭敬贤惠 你确实比立姬懂事多了 怎么 立姬的精感 在长公主殿下面前摆架子 那混账女人啊 太不识相了 我也想为太子提亲 没想到她竟百般推托 唉 弄得我了 好不难看 不知长公主提的是 谁叫贱婢呀 不瞒你说 就是小女阿娇啊 尖必 还是去年 在太后处偶然见过 阿娇啊 真的面貌娇好 姿色不凡啊 哦 你也觉得她漂亮 岂止是漂亮 可算得上是天资国色佳人呢 阿娇今年该是 阿娇啊 快满十岁了 那太子刘蓉 今年十六 本来 不正好是年貌相当吗 唉 华美人 你怎么了 贱婢 想到自己浮潜命宝 不由得 伤心啊 此话怎讲 贱婢 就得了智儿一子 偏偏 智风了个焦东王 而且 而且阿娇 小三四岁 不然的话 贱婢 便要请梅人 到长公主府中 去求亲 贱婢啊 义苦 贱儿啊 无怨 高胖啊 说什么亲王啊 太子的 皇家立厨 沸沸沸沸沸沸沸 浮惑难料 谁能保那刘蓉 就能铁定 做得上皇帝宝座 张公主殿下 这立厨 乃国家大典 不是你我 可以随便议论的 怕什么 那立即 自以为本 可以当皇后 皇太后 他哪知 偏有我在 管条他好梦 做不成那公主 我实在是 不敢议论 这样危险的话题 贱婢 别 我问你 可想让智儿 当太子 请一步 不敢讲 我贱婢 可想让阿娇 照智儿为父 张公主 你 你不好这样 取消贱婢 我说的 无疑自由假 要贱婢 要贱婢 好了 好了 你我 一言为定 你听我说 只需这样 真有意思 你说我这主意 怎么样啊 黄美人 你留步吧 放心 我不会忘记 今夜之约的 没关系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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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买 事 咱 感谢观看